当健康亮起红灯 除了求医治疗 他们尝试调整饮食 因为我自己有 可以说是四膏 不是三膏 连尿酸也高 我的太太就 叫我参加这个彩虹餐盘 要健康 没有健康 就是等于 没有了 未来 在我参与彩虹餐 之前血糖是很高的 然后我就 有吃彩虹餐 也是有跟 医生的药物 一起配着来吃 但是我的血糖目前是很好 多吃原型食物 少吃加工食品 少盐 少糖 少油 最重要 所谓彩虹餐盘 就是一天食物的颜色 要包括绿 红 黄 白 黑 一整天就是早餐 午餐 晚餐 它只要有达到这些分量 就是五种颜色的嘛 蔬菜 水果 如果蛋白质不够的话 我们的身上都会带一些坚果 我们用坚果来补充 慈祭新山之会举办营养讲座 在半征环保站的志工 以手机上线 学习如速减碳 因为现在我们地球都已经有病了 好像是很热很热了 所以我们要提倡吃那个素食的 因为我们如果吃肉太多 碳的排放会很高 透过均衡饮食 并改掉高温煎炸的烹调方式 蔬食彩虹餐盘帮助健康提升 彩虹餐盘 健康跟我来 达安西文质上美之工 马来西亚报道 希望你们可以折换 owitz 必中速马来西亚报道